嘿,我是阿图,不想背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在十几年前决定教汉语以后,我就一直在担心一个问题 我自己英文不好,中国文化常识也做不到说啥都会 怎么教老外说中文呢? 万一他们的问题回答不了,作为汉语老师可太丢脸了 在研习教育学理论和一线教学实践以后呢 对于丢脸这件事,我是看开了 我是汉语教师,又不是汉文化研究学家 在能力和精力范围内,尽可能了解我能了解的部分 作为语言教师,我传授给学生的是语言学习技能 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本身,在我的教学目标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项 该技能是否有益于学生未来学习,生活和就业 那么,即使我不知道某个知识或者没有哪个具体的经验 也能跟学生一起去探索和交流,实现教学相长 在英语学习方面,我最近在各视频平台都发布了 不被单词学英语的上中下三篇内容 视频里我说到,公开场合用英语表达自我 最重要,也最难的,往往不是语言本身 而是突破恐惧,开口表达这个行动 对于汉语教师来说,看开丢脸,用英语自由表达以后要做的,是用合适的英文介绍中国和中文 我这里推荐四本书,如果你有更多有意思的书影音推荐,请分享在留言板里 这本书把日常情景分为17个类别 每个类别底下又分为若干个主题 每个主题一到两页 用图文对照的方式学习单词 也配有相应的剧情练习 这本书是美国Piersen出版的 用的都是美式单词和剧情表达 有英式英语学习需求的老师们,最好对照音音词典或者其他辅助工具进行对照学习 没有特定汉语教材的老师们,也可以把它作为课程设计的参考 这里是目录 第二本,Common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常识,中英对照 这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行的中英对照书籍 由诸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教师共同支持完成 这不仅仅是一本汉语老师学英文、外国人学中文的书 也可以作为补充中国文化尝试的教材 在混邻多程度班级里进行授课 也可以作为项目之学习、翻转课堂的引入材料 除了干货内容,图文排版都很精美 这本书介绍了从先秦时期到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 对于海外华语来说也是很不错的学习材料 第三本Stories of China Retold in English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这本是基础版 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中、英、美、三国编者共同完成的书籍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对文化的创造与推动 往往离不开故事 从海内外的故事中我们发现 跨越山海和时空有的故事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本书用英文复述中国的故事 我们从汉英双语中不仅能感受到文化差异 还能找到生而为人的共鸣 这里是目录 下一本是 Talk about China in English 用英语介绍中国 这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可点读学习书籍 我买的是二手书 不知道怎么实现点读的功能 它一共收纳了十大方面一百多个主题 可以学习到有关中国尝试的地道英文表达 还可以学习到有关某些内容 比如说地理或者是文化之类的专业的术语 还有英文单词句型对话总结等等 非常适合用英语学习为目的的中文老师们 这里是目录 我是阿图 相信教学乡长 坚持有教无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